拉公欢呼直接跪倒在场上 南韩年仅22岁的羽球球后安喜盈 满脸都是胜利喜悦 生涯首次闯进奥运四强战 碰上的是印尼好手东宗 对战三局后他逆转胜 确定晋级金牌战 比赛一开始是由印尼的东宗居上风 先来一波4比0的攻势 并且以21比11分抢下了第一局 慢热的安喜盈这才鬼神逐渐找回手感 最终是连拿两局率先取得2比1 抢下了金牌战门票 也让目前事件排名第一的他 有机会帮生涯添上一枚奥运金牌 不过他要对战的好手也不简单 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何冰娇 不过何冰娇这一次在奥运的四强战 对上西班牙球后马林 却是让全场都看哭了的一场比赛 马林在第二局当比分领先时 却突然痛到跪在地上 右脚痛到站不起来 整个人蜷缩跪地痛哭 还心碎的向教练说断了 指的就是膝盖十字刃带旧伤复发 没办法再继续比赛 这一幕是震惊全场 只见马林的教练和护理团队 全都围上来 还推了轮椅上场 对手何冰娇也是一脸震惊难过 其实一开始马林的状态还不错 很快就抢下了第一局 但是没有想到第二局回了几颗球之后 人就突然倒下 他还先下场带了呼吸 再回来继续打 但还是撑不住 最后爆哭退赛 他还不忘帮和冰娇加油 也让和冰娇因此爆哭 全场也响起掌声 向马林致敬 TVBS新闻综合播动 TVBS大运动家 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Owin